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看到了 你看前天压回的时候 成交量将近1500亿 昨天反弹量缩成1300多亿 今天加薰指数继续在谈 但是怎么样量更小了 今天却只有1209亿 接连两天即便反弹 却呈现是一个价量背离 所以我们看到也接连两天 都留下了一个明显的上限 所以代表怎么样 加薰指数就大盘的部分 它还没有脱离盘整的格局 这很正常 因为毕竟我说过连续涨了19天 这边整理个8天到13天 这个都是合情合理的 所以加薰指数终究 它目前还是处在一个区间震荡的架构 但是既然加薰指数大盘处在一个区间震荡的架构 我说过盘面的资金怎么样 它会自己去找出路 它会移往一些中小型股身上 尤其是一些本质获利好的 另外今年趋势明确的 还有就是法人会青睐市场能够认同 这些中小型股的标的 它会往这边移动 所以也是让这些标的 即便大盘在整理 可是他们的一个股价表现 往往怎么样 它会异军突起 会逆势的往上冲高 就好比说今天有一档股票 你各位看到了 大盘今天你看 连十日线都还没有能够有效的站上 对不对 留了一个上线 更不要讲过高了 可是有一档股票叫做2455的全新 哇 它今天怎么样 它今天却已经率先大盘 创下了一个波段的新高 今天最高来到125块 好那我相信 所有有看我们股市罗宾汉 不管是听的也好 看的也好 只要你是我们股市罗宾汉 忠实的观众朋友 你对这档25的全新 你必然不会陌生 对不对 当然这档股票讲的人 现在非常多了 尤其是今天 创了新高的股票 必然盘面上会有一堆人 争先恐后的来对它歌功颂德 但是我说过 你有看节目的你必然知道 这档股票 我打从11月20号 打从11月20号 那个时候当全新 还在82块9的时候 压根刚才市场上 根本就没有人在讲全新的时候 我就告诉各位 全新因为它具备三五族的概念 对不对 而三五族在未来的一到两年 它必然会呈现缺货的一个状态 有没有 所以当时我们就在第一档 有没有 连续的连买一个礼拜 记不记得 我们是连续买一个礼拜 后来股价一发动 就一口气怎么样 涨到了118块半 从当时我们带来的各位布局 最早在82块9开始买 后来涨到最高 来到118块半 涨到118块半 短线的涨幅 对不对 其实不到三个礼拜 不到三个礼拜 对不对 它已经涨了43% 好 那我说过 你再强势的股票 你再会涨的行情 都不可能天天喷 都不用休息的 当然也要休息 你短线涨了四成多 将近五成 你筹码需要沉淀 指标过热需要降温 对不对 资金需要做换手 所以当时我们在高档的时候 也带着我们的会员也好 或者当时在节目里面 也告诉各位 我们要先出怎么样 先出一趟 要分段操作 好 那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当时很多人问 你不是说三五族缺货 要缺一两年吗 为什么要先出一趟 当时很多人问 当时这个问题 各位朋友 我在节目里面 应该也讲不下好几次了 对不对 我说为什么要分段操作 记不记得 要规避掉短线的修正风险 好 那不仅要规避掉短线的修正风险 还要怎么样 加大你的活力 来 我们来看全新 当时我们在低档买进 后来短短不到三个礼拜的时间 创下了118块半的一个新高 对不对 后来要整理 对不对 我们高档出一趟 压回来 你看看 当时最高在118块半 后来压回来 一口气压回到90块钱附近 几乎要回到当时我们买的一个起长点 有没有 那如果你高档不出一趟 请问 这一段你不就可惜了吗 这一段你不就可惜了吗 对不对 所以我说要你要规避掉短线的修正风险 这个就是短线的修正风险 对不对 好 那你看你规避掉这样的风险之后 在低档不论你在哪一个点位买 你把它买回来之后就存在了价差 那有价差是不是就能够加大你的获利 我想这个过去跟各位都已经叮咛过很多次了 对不对 好 那但是我一再强调的 即便我们分段操作 但是对于它的一个中期的看法 没有任何的改变 我说过 缺货会缺一两年 这样的看法没有任何改变 我说过了 当一个产业 它先从供需吃紧 变成供不应求 如果供不应求 这样的一个情况没有再改善的话 就会变成缺货 就会变成缺货 那你看嘛 三五族 它的缺货是全面性的 什么叫全面性 因为三五族的需求 是一下子忽然上来 因为我说过有很多 你现在你举凡 你现在 头转一转 看看你周遭的所有的 一些电器用品 包含家电也好 3C也好 全部要用到三五族 然后今年 你能够想到的 今年的一个大趋势 包含什么 AI人工智慧 3D感测 全部要用到三五族 对不对 甚至我过去也跟各位讲过 你连脸部辨识系统 车用 现在电动车 自动车 有没有 车用的这些种种种种 全部都要用到三五族 甚至于我说现在 很多人滑手机 喜欢看网络的 对不对 喜欢看片子的 都会发现 4G就要走这么慢的 对不对 没错 4G不够用 所以今年的一个 在基础建设上面 就通讯上面 最重要的 就是5G的一个部件 5G要不要动到三五族 当然要 所以你看 这是全面性的需求起来 可是你看 供给能不能跟上 供给跟不上来 即便你已经知道它缺货了 但是你攻击 你怎么攻击 你攻击要不要机台 机台要放在哪里 露天 就放在你们家院子 就能够生产吗 不行 你一定要有个厂房 那你说厂房 能够说盖就盖吗 难道你厂商 原本就有一个蚊子馆 在那边养蚊子 现在缺货了 赶紧把机台搬进去 不是吗 有那么没效率的厂商吗 对不对 你一定是 等到现在看到缺货了 这个时候这个趋势是很明确的 我这个时候我要增加我的产线 我开始去找能够扩建的一个地方 然后找到地点之后 我要开始建厂房 对不对 那我说厂房能够一个月两个月建好吗 不可能 你少说半年一年跑不掉 对不对 那你在建厂房的同时 你能够同时把你的机台给弄好吗 不行啊 你一定要厂房盖好之后 你机台才能够进去啊 那你机台进去之后 马上就能够生产吗 也不行啊 你要不要先调整 你要不要先校正 然后全部都弄定了之后 你能够一开始就大量的生产吗 也不行啊 你要先小量的投产 先试产一下嘛 对不对 看软起来顺不顺嘛 如果说良率也OK 跑起来都没有问题 那当然就可以大量的生产 那你看从开始找地点 开始生产到最后的一个大量生产 进入量产 少说一两年跑不掉啊 换句话什么 这个需求 这个供需吃紧 这个缺货的状况 在未来的一到两年里面 是不会改变的 不要说一到两年 最起码在今年2018年 这个货是确定了 那既然货是确定了 在他经过整理之后 在他的指标降温 筹码换手 对不对 资金去轮动之后 是不是就会再涨 所以你看今天 创下125块的一个波段新高 这一点都不奇怪啊 这一次我们在第一档买回来 我在节目里面 你自己说全新 我今天才说吗 我在前面几天 有没有在各位 各位叮咛过三五足 你自己说 你看节目的 你自己说嘛 对不对 我不是等他今天创高我才讲啊 我一直跟各位讲 你不要去小看缺货的 这样的一个爆发力 什么叫缺货 我说你在市场够久 你现在绝对很难想象 现在的被动元件有一档 我们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华兴集团的华兴科就好 被动元件 对不对 来 被动元件 对不对 华兴科 来 今年97块 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档股票在20年前 它曾经只有8块 它曾经只有8块钱 但是这个8块钱 就因为缺货 它一口气涨到哪里 涨到328块 从8块钱 变成前面多一个320 涨了320块钱 8块钱的股票 涨了320块钱 涨几倍 40倍 不是40% 是40倍 有兴趣你可以去看看 民国87年 民国88年 对不对 为什么 就是缺货 就是缺货 当然时空背景未必一样 对不对 但是我说缺货的效应 只要延伸 对于股价的助长力道 一定是很强的 因为产品会涨价 产品会涨价 营收 获利 毛利 都会跟着涨 营收 获利 毛利 跟着涨 你股价有什么理由不涨 对不对 所以 全新 今天创新高了 这一波的涨势才刚刚启动 当然同样的 这一档 3317的尼克森也是一样 对不对 上个礼拜 我们买回来之后 这一档不用我再多讲了 一样 只要是我们老朋友都知道 这前一次 在前一次的操作 我们曾经大赚9根涨停 对不对 大赚1.34倍获利出场 这一档尼克森 这一次我们在低档买回来之后 礼拜一拉出一根涨停板之后 来来来 连续三天在这边整理 但是我希望各位 把握在这边整理的机会 因为这三天整理 是因为他碰到了前面这个高点 只要化解这个压力之后 过了50块 过了52块半之后 他就会飞出去 所以我希望各位 缺货 既然今年的货是确定 那么股价绝对不会只有这个样子而已 这些机会 你们自己要好好的把握 好 除了这些缺货的三五族也好 莫斯福的尼克森也好 我说到过年之前 到过年之前 到封关之前 我最看好的一档股票 其实 哪一档 就是这档 红包股 就是这档红包股 好 那我说为什么叫红包股 红包股跟我们过去 一些大波段操作的股票 比较不一样 大波段的股票 我可能一步举 像刚刚我们讲的全新的 我一买就买了一个礼拜 对不对 先前的四方宝 一买就买两个礼拜 这些是属于比较大波段 但是红包股 你光看名字就知道 什么叫红包股 就是要让各位怎么样 立马有感 马上有赚红包的感觉 所以我认为过年之前 这档红包股它最有机会 所以我也特别 把这一档最新的红包股 再一次的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能够在最后的七个交易日里面 帮各位拿一个最后的冲刺 在过年前赶紧 能赚的 赶快再把它赚起来 好 那我说昨天 也得到很大的一个回响 昨天所有有打电话进来的 你自己说 昨天这档股票有涨吗 昨天这档股票没有涨 对不对 可是今天 是不是就涨起来了 那我要让各位立马有感 有没有 马上就有感觉了 对不对 而且这只是开始了 我说过 如果只会涨一天的股票 这种股票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我会给你的 即便是做短线的 也有一个短破断的一个活力 尤其我说过 这个是在封关前 我说你就跟着我做这一档就对了 那至于说这一档最新的红包股 到底怎么样能够拿到它 而且它后续 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爆点跟亮点 我们下个阶段回来 继续再来聊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已经礼拜四了 对不对 那距离扣除到今天之后 距离农历年的封关 只剩最后的七个交易日 这个礼拜还有一天 下个礼拜五天 还有下下个礼拜一天 加起来七个交易日 好那七个交易日就要封关了 封关之后就是等过年 对不对 好那过年大家最开心的是什么 领红包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过年之前 我们也特别在昨天再帮各位准备了一个最新的红包股 要让各位怎么样 能够开心的再领一个大红包 然后开心的再过一个好年 好那我说为什么叫红包股 就是要让各位怎么样 立马有感 马上领红包的感觉 这叫红包股 为什么要取名红包股 原因就在这里 好那有最新的红包股 那当然也有上一个红包股 对不对 既然有最新的一定有上一个 对不对 好那上一个红包股来 上个红包股是谁 是不是3624的光洁 对不对 这档股票当时在12月27号的时候 我告诉各位 大股东的成本在29块8 而当时股价在23块 换句话说我们的成本比大股东要低三成 那我说大股东买这档股票 他要不要赚钱 当然要赚钱 大股东难道是买来套牢的吗 不可能 对不对 他要赚钱 那如果大股东要赚钱 那我们的成本又比他低三成 那当大股东赚钱的时候 我们能够赚的 是不是就比大股东要来得多 对不对 所以当时 我说我要带着各位走在故事的前面 有没有 在突破前要大买 所以我们把这样的一档红包股 送给各位 有没有 当时在12月27号 当时在23块 就带着各位开始来赚这一个红包 有没有 好 那一样 红包股就是要让各位立马有感觉 现买现赚 那到底有没有让各位现买现赚 来我们来看 12月27号那天我买了23块 对不对 隔一天怎么样 隔一天来到26块3 有没有 当天就涨了8% 来投资朋友 来投资朋友 你告诉我 当天就涨了8% 有没有现买现赚 有没有 接着下来 隔一天 第三天 继续再涨 有没有 震荡一号 继续再涨 而且还不止这样 短短6天的时间 短短6天的时间 它已经从23块 涨到哪里 涨到29块3了 短短6天的时间 已经涨了27%了 眼看着就要突破 大股东的成本29块8 有没有 只不过很可惜 那个时候市场上 充斥了一个气氛 叫做不怕一万 只怕万一 大家都担心 这个一万一 不容易那么容易过 所以买盘 整个都缩下来 所以造就 以当时的氛围 也让它的股价 在大涨之后 怎么样 涨了将近三成之后 也出现了压回 但是两个重点 第一个 即便压回整理 但是投资朋友 最高来到29块3 我问各位 大股东成本29块8 过了没 没有 对不对 大股东还没有赚钱 那大股东赚不赚钱 他要不要赚钱 他当然要赚钱 所以 就大股东的筹码而言 安全 他还没有赚钱 可是他会赚钱 所以当然 我们没有卖的理由 而且当时我们看 它的一个筹码面 整个核心筹码的部分 也没有转弱 甚至于还 弱中透强 稳中透强 对不对 所以既然 筹码没有转弱 大股东的成本 也还没过 那你压回 你压回 我就再加码 这 谁怕谁 对不对 结果 我们在这一天 1月10号 当天大盘 大跌85点的时候 我们拉回 再做加码 有没有 1月10号 362次光节 请空手的 在这边施加码进 那另外持股不足的 也请同步加码 就这一天 就这一天 1月10号 有没有 后来有没有 一路的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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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涨到哪里 一路涨到33.85 好 当涨到33.85之后 得到没有 大股东赚钱了没 大股东赚钱 大股东成本298 涨到33.85 大股东已经赚了十几%了 对不对 但是别忘了 我们的成本比大股东 还要低三成 所以当大股东赚了十几%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已经赚了四十几% 所以我说过 我们赚的比大股东还多 有没有 因为我们成本 就是比大股东低 有没有 所以他在1月15号 创下了一个 波段的新高33.85 不过隔一天 隔一天 前一天才创高 隔一天 居然开低 开低拉高 居然还过不了平盘 而且越来越低 当他第三次拉高 过不了前面两个高点 我就认定他要整理了 对不对 那我说过 既然要整理了 我不跟他赌 他要怎么整理 反正你要整理 我就出 所以在这天1月16号 我们全数获利 大赚出清 红包股3624光节 会员出的第一时间 当天的节目里面 我也立马 在节目里面告诉各位 我们出掉了 我们出掉了 完美获利入代 所以投资朋友你看 说要给各位的红包股 从低档 成本比大股东低三成的时候 我就带你先买 然后我们卖掉的第一时间 我马上在节目里面告诉我们 告诉各位 我们卖掉了 而且扎扎实实的 你看低买高卖 而且是真正让你把获利放口袋 这是真正的获利入代 绝对不是账上富贵 有没有 我说投资朋友 你每天遥控器转过来又转过去的 对不对 你看了那么多的分析师 你也跟了那么多的分析师 你自己说 有哪一个分析师 能够像做到我这样子 即便你还不是我的会员 你只是支持我 观众我 支持我 爱护我们的一个观众朋友 我依然 依然这样子的 带着各位一起操作 对不对 为的就是 让各位怎么样 能够在今年的过年之前 能够开心的赚一个大红包 能够开心的过好年 我相信这份大红包 我都已经成功了 怎么样 把它交到各位 当时所有每一个有打电话来的 对不对 当时你有跟着我们一起买这档股票的 我都已经交到你们的手中了 对不对 恭喜各位 好 那我说现在继光节之后 现在有一档最新的红包股 要帮助各位 在最后这七天的时间 帮助各位再冲刺一下 质没陷阱 对不对 最后还有七天的时间 我们赶紧能赚多少 赶快再赚多少 要给各位再一个大红包 好 那你看昨天 我说继光节之后红包股 再来一个 昨天没有涨 有没有 昨天从开盘到收盘 都在平盘之下 有没有 你看今天 有没有立马就涨起来 今天涨了两块半 涨了五% 今天涨了五% 涨了两块半 有没有 即便尾盘稍微压回来 压回来就是机会 我说过了 如果只会涨一天的股票 这种股票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好 所以投资朋友 这档最新的红包股 最新的红包股 来 一样 我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这个糕点 这个糕点 这个糕点都还没有过 现在在这里都还没有过这些糕点 但是我要走在故事的前面 我现在就要带你买 因为我要帮助各位 在最后的七个交易日里面 赶快做最后的冲刺 继续再大赚 继续再赚红包 而这个最新的红包股 一样 你今天在节目结束后十分钟 因为人力物力有限 好 所以节目结束后十分钟 打电话来的 都可以把这档最新的红包股 怎么样 给拿到手 好 所以千万把握机会 五四三二一 现在开始继续十分钟 我们明天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 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请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险险评估 并次负投资风险